嗨 我是文恩 你们说说其实旭哥光看脸的话 还是不错的 对吧 但是他一站起来 感觉整体气质 全部都被他的O型腿给毁了 别急着笑他 旭哥现在可不一样了 旭哥的O型腿真的变直了好多 从最开始在KEEP上 我陪旭哥跟练O型腿的教程 再到后来 我根据旭哥的自身情况 调整了训练动作 但是遇到瓶颈之后 就是效果还是没有那么理想 干脆我就找了 在我进修体态调整时的 高教老师给旭哥上课 制定训练方案 十节课的时间 旭哥终于打破了瓶颈 有了更好的改善 一节课600多块钱 还是没白花 当然我全程偷吃 把这套训练动作整理出来 分享给你们啦 但是注意哦 这套教程是适用于 膝盖上层X型 膝盖下层O型的人群 大家观察一下你的冰骨 也就是你的膝盖头 那个地方 是向内的话 就是内旋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 那这套教程就不适合你 不要乱练 那废话不多说 开始训练吧 训练一 重复足弓 双脚抬在小毛巾上 五指抓紧 停留两秒后翻开 重复30次 大部分后垫形成的O型腿 都扮有不同程度的 功能性足弓塌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足弓 重复足弓 对改善腿形 是非常关键的 接着 双脚朝正前方推脚腕 五个脚趾均匀压地 抓毛巾抬起 两秒后放下 重复20次 注意脚腕向外推 逢脚背来做 在原地站立 大脚趾球和脚外延 同时压地 五指打开向上勾 保持30秒 脚趾回勾 能够更好地 找到大脚趾球压地 无功的感觉 训练二 足弓宽的稳定 站立 脚尖对正前方 双脚微微弯曲 膝盖要对齐 第二根脚趾 先立半脚 保持宽部在同一条直线上 慢慢过渡到脚尖点地 还可以的话 脚尖离开地面 注意腹部收紧 身体可以向前倾 臀部向后向上 膝盖部可以超过脚趾 再次强调 大脚趾球和脚外延 是同时压力的 如果大脚趾球翻起 长期会导致跟腱变形 那我们的腿就会越来越晚 适量为一次 左右脚交替 共三组 接着再找一面墙壁 脚趾与墙横四指的距离 脚尖对正前方 双手向上延展 下下蹲时 胸部尽量靠近墙面 保持膝盖对齐 第二根脚趾的同时 膝盖是不能贴墙的 蹲到大腿平循于地面的高度 如果下蹲时 会控制不住膝盖外翻 就适当调整 双脚之间的距离 以动作标准为主 8秒为一次 10次为一组 共两组 训练三 大腿内侧肌肉 平躺在瑜伽垫上 后腰压实地面 双膝夹紧薄薄的本子 膝盖慢慢地向前伸直 脚后跟并拢的前提下 脚趾回高向外旋 保持15秒 反复三次 再将膝盖伸直 双脚垂直于地面 用大腿内侧翻力 双腿前后交叉 不要做得特别轻松 想象有人拉住你的双腿 不让它向内夹 找对抗的感觉 前后围一次 共30次 再将双脚慢慢分开到自己最大限度 双手扶在膝盖的位置 耗腿20秒 接着站立 双脚并拢 这里我就不并拢了 要留一个空隙给你们做示范 根据并拢后的两脚空隙大小 来选择梳稳的厚度 夹在大腿内侧 用大腿内侧发力将它向外推出 注意保持腹部核心收紧 脚趾一定不要外翻 3秒为一次 共20次 最后一个动作 压脚背 这个动作旭哥说想来做示范 一定要在脚后跟并拢的前提下 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保持后背延展 腹部收紧 坚持一分钟 可以很好地改善脚踝的歪斜 前后放松一下脚腕 再来到勾脚 保持一分钟 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 拉伸足弓的动作 注意整套动作是按照身体 从下肢上的顺序 所以顺序是不可以打断的 那每次训练动作之后呢 要记得多按摩多拉伸 如果家里有狼牙棒的话 记得滚滚我们的大腿外侧和大腿前侧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 改善任何的体态都是三分靠练 七分靠生活保持 在生活中我是这样对付旭哥的 他只要是你坐着就很喜欢翘二郎腿 我每次都让他在两个膝盖中间 夹一本书或者加手机也行 工作吃饭只要是久坐的时候就夹住 这样技能训练大腿内侧的肌肉 又能保证骨盆的中正 再就是走路的知识很重要 不要一直用我们脚外圆去用力 你看他每一双鞋都是这个地方 被磨得很严重 自己要时刻记得大脚趾球和外圆 是同时压地的 走路时感知臀部发力 脚后跟先落地再过渡到脚掌蹬底 具体的重塑步态 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 我这里都不多说了 最后分享一个小习惯 就是睡前爬小青蛙 给你们看看续哥坚持下来的成果 同样具体的动作规范 之前的一字马速成教程里也有 好了生活中注意这几点 加上这套练习动作 你的腿小不值都难 加油加油加油 记得来打卡 顺便记得点个赞呗 关注我呀 拜拜